三年前当达文西密码非常红火非常畅销的时候很多教徒都很恐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这本书太离经叛道了 这本书居然把耶稣描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一个人 而且就说到耶稣还结婚了 跟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崇良的妓女 玛丽玛德莲结了婚 生了孩子 一路传下来 那么同时呢 又指出这个原来圣经啊 这本书啊 是后来由这个罗马的军事坦丁大帝呢 开个会 把它定下来 特别是关于耶稣生平的故事 就是集中在耶稣的四部福音书里面 而当时呢 其实还有八十本福音 所谓的福音啊 就是新约圣经里面 关于耶稣一生言行的记载 这个叫福音书 那么现在的圣经的福音书呢 就四本而已 但是这个达文西密码就说原来有八十本 但那七十六本呢 都被排除在外了 那么换句话说呢 这个达文西密码把整个教会描述成一场有计划的大阴谋 这个阴谋是什么呢 就是否定了耶稣原来是个人 第二否定了耶稣原来结过婚 第三否定了耶稣原来还有孩子有子子孙孙传到现在 第四呢 原来整个圣经呢 都是后人呢 有一些虚伪造作编撰而成的 那么真正的揭露了耶稣当年真相 他的生活真相的书反而都被排除在外 为什么教会要这么干呢 就是为了树立一种信仰 那么为了要得到这种信仰 不时宜呢 就抹灭一些真实的东西 结果这本达文西密码呢 就引起很多很多争论 有些呢 是正统的教会呢 出来就批判他 也有一些呢 是学者出来指出他犯了什么错误 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场争论是好事 为什么说它是好事呢 起码 它让大家重新重视了一点 就是原来圣经这本书啊 它真的是个人为的过程形成的 它不是一本那么天然 我们想象中由神所启示 那么单纯一部书 再加上过去两年 很多新发现呢 比如说前两年 大家发现了犹太福音 向来被认为是出卖耶稣的叛徒 原来居然也有一本 关于他的福音书 流传后世 而且还说到这个犹太 才是最了不起的耶稣的爱徒 而他出卖耶稣 原来早就是耶稣计划好的事情 那么这一下就更不得了了 所以最近这两三年了 很多研究古典圣经形成的历史 研究这个早期基督教会历史的学者 都变得非常红 非常受重视 动不动就会给媒体请出来采访他 请他做访问 他们写的书原来都很学术 但现在一下都变了畅销书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学者 就是今天我给各位介绍的 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叫做 Truth and Fiction In the Da Vinci Code 就是达文系密码里面的真实与虚构 那么作者呢 叫做Bart Ehrman 这个Bart Ehrman 那么这位仁兄呢 是个很出名的一个 早期的新基督教的专家 基督教史的专家 那么现在呢 他在这个美国的名校啊 就是北卡罗来大州 Chapel Hill的大学 里面的一个宗教系的系主任 跟他的一个格雷姆讲座教授 那么这人呢 在其实在圣经研究界里面 也被很多人认为 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 为什么呢 他早年呢 曾经想过 要当一个传教师 要当个牧师 但是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那些保守的基督教啊 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圣经所说的每一个字啊 都是真的 真的到什么程度呢 就上帝说几天创世 就是几天创世啊 那么大家必须承认 所以他们彻底否定 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 也就是演化论 那么于是呢 他看着看着 问题就来了 哎 我们现在读的那个圣经 他们老美读的圣经 是英文版的 但刚发现 这个英文版圣经 跟原来新约圣经 是用希腊文写的 是有出入的 那我们该信哪一本呢 再看这个新约圣经 希腊文本 哎 原来在几千年的流散过程里面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错误的翻译 出现了很多新的编辑 甚至加了一些东西进去 最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呢 这家伙呢 有一本书 叫做MiscuotingJesus 那么这本书里面 居然就提到 哦 原来啊 这个 有名的那一段 耶稣呢 曾经不是出来保护过一个 被人说犯了 这个不争罪的女人吗 大家本来用石头砸死他 耶稣出来说 你们谁要没有罪的话 你们就向他扔石头吧 原来这一段 是以前的福音没有的 是后人添加的 那么这下不得了了 后来呢 他就开始投入这个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 可以说是 他这么多的学术著作里面 唯一本非学术著作 是最浅熟易懂的书 而这本书里面 就提到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他首先指出 我们要注意一个现象 很特别的现象 就早期的犹太教啊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 包括从这个东方 一直到欧洲来讲 都是很特别的宗教 怎么样特别法呢 就是别的宗教 像以前罗马希腊 那种多神教 是没有经典这回事的 只有犹太教 跟受他影响的基督教 才会有经典 或者圣经这种概念 第二 这个经典呢 原来是很混乱的 怎么样混乱 比如说这个福音书 他就说了 并不像达文西密码 所说的 有八十本 但是的确有很多福音书 而这些福音书呢 有一些呢 甚至是当年的 这个耶稣的使徒 圣彼得 所写下来的 但是问题是 这些福音书 后来真的都被排除了 而被排除呢 并不是因为 君士坦丁大帝 开那个所谓 尼西亚会议 把他们排除掉 而是早在这个会议之前 公元两百多年前 当时的基督徒呢 就已经慢慢形成共识 就是我们只能够接受 四部福音书 而这四部福音书的标准 是怎么形成 就是说 在云云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 云云关于耶稣的信仰里面 我们接受的 关于他的记载 只接受这四本的原因 就是第一 他们必须是使徒 或者使徒的同伴 所写下来的 第二呢 这些书呢 必须够古老 现存的四本福音 的确被认为是最古老的 因此也最接近真实的福音 最后就是说他正统 正统问题就来了 什么叫做正统呢 现在我们知道啊 我们很多人以为 今天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很分裂 又有东正教 又有英国国教 又有天主教 又有基督教 你知道吗 当年的早期基督教 更复杂 有些教徒呢 认为呢 耶稣呢 不是神 是人 有些人认为 他完全没有人性 纯然是神 有人认为这个神呢 有两个神 一个是旧约圣经的人 一个是新约圣经的神 甚至有些极端教派认为啊 上帝总共有365个 每天出现一个 那么这些古古怪怪的 都是早期基督教信仰 只是这些东西 后来都被排除掉 都被埋没掉了 于是我们后来的圣经呢 今天这个圣经 无论是旧约跟新约 都是在历史之中 被所谓的正统的把握着 把他们固定下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